哈囉大家好,我是Done 快收看角色感謝第五季 原本這一集的角色是應該讓你滿選的 但我想到有機就不能沒有你 所以今天的角色是死者妮可 死者妮可 雅三萬妮可 年齡十七歲就讀印蘭木板學院 三年級生 身高154 血型A型 升了TF22了 據寫作 身又得盡星空 口頭禪是 喜歡的食物 甜食 討厭的食物 辣的食物 上山科目 根據百度上的說法是 世界史數學 在動漫中也不都是問C數學的嗎 我已經開始玩百度了現在 所屬團體偶像研究部 和學院偶像團體Muse的成員 像Muse當成吉祥物 金圓色很紅色 有一個叫Kotaro的弟弟 和兩個分別叫Kokoro KokoR的妹妹 經常被吸吸窮 但只要她一蹲下就找不到 雖然是三年級生 但因為身高不高 加上平時表現太像小孩子 所以經常會有人認為是第一年級生 曾經為了當成Muse的隊長而準備了各種不公平的比賽 但卻還是敗給了主角光環 在尼克高中一連幾時 曾經和四個人一起成立了偶像研究部 但由於尼克對偶像的想法和標準 過於嚴格的關係 導致和尼克一起成為學院偶像的人受不了 而選擇退部 尼克也因為這件事情大手打擊 不和任何的結束 所以才看到水奶果 小鳥 海味 成立學偶像館碟的時候 尼克一直要求他們解藏 還使用超快手速在他們LIVE的影片下方留言 這手速我只能說 尼克師傅這手速我也想學 並說到偶像是讓觀眾漲放笑容的工作 所以其實可以說是尼克在記錄他們 因為尼克應該也是希望和同伴一起進行偶像活動的 但他的同伴已經退出 所以我才會想他也是在記錄水奶果他們 再加上尼克不坦率 剛好不想承認前加入他們 同時也應該是在害怕 害怕他們無法接受自己的嚴格要求 而退步 最後又剩下一個人 不過還是一樣 經過水奶果異性能的死纏爛打 讓他認為可以信任水奶果異性能 而加入Mius 加入Mius 如果尼克還是有一點不信任他們的話 那在同伴第一季的合數後 就可以說尼克已經信任他們了 我好像在雙Bius的角色的時候都會說到合數 因為我覺得有蠻多角色的關係都可以用字一起來說 然後這一節也有幾個角色的成長 證據和會理 就是在第十季之後有了比較明顯的人物成長 所以只要是我不知道怎麼說的角色 都會說到合數這個東西 一個剛好就會提到一個 我想說他又不知道怎麼說的角色 在水奶果因為來的失敗 和小鳥家要離開的事情而感到自責 推出Mius 而尼克對水奶果也非常不滿 然後大概說一下尼克在這裡說了什麼 我才是以前認真的 認真想說偶像會不會放棄的 才加入Mius 結果你現在因為這些事情而放棄 總之就可以看出尼克對水奶果他們真實很信恩 在水奶果推出後 Mius的成員以為這些事情而暫停而往下活動 但尼克不想忘記 找了話音很靈 並想和他們一起去玩笑活動 同時也可以知道尼克是一個十分不服輸的人 在第一季第六季的時候就可以看出來 然後我也想不到要說什麼了 就說一次直接說角色感想吧 我很喜歡尼克這個角色 反正LoveLine也沒有我不喜歡的角色 只有分推而不推而已 而尼克剛好就在中間 尼克其實一開始有滿多地方 讓我感到意外 譬如說一開始 我還真的以為他是一連機身 然後我也認為他不會做什麼 結果還真的會做 但是不是重點 重點是手術 我知道我說過一次 但我還是想說過一次 尼克師傅請教我如何才能讓手術像你一樣壞 好 那今天的角色感想就到這裡結束 有沒有尼克會感想如何呢 你們在下方留言 然後最後一集的角色就麻煩你們啦 今天的影片結束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